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带来一个男子结婚后外出打工,委托邻居照顾妻子八年的故事。 云秀是喜阳堂这个山沟沟里最漂亮的女人,嫁给了当地最穷的老实人阿旺。 阿旺娶云秀时向村里的张二借了三百块钱,但张二看着她娶到如此美貌的妻子心生忌妒,于是提出收取高额利息。 阿旺拿不出钱来还,只得选择到省城打工。 云秀为使她安心离开而主动留下照顾公婆,并在自己的腰上系上出价时的红裤带已是有夫之妇的身份,表示会一直等阿旺回来。 同村的乔贵朴实善良,独自带着女儿接男度日。 云秀在阿旺走之前怀了孕,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而乔贵在阿旺的拜托下任劳任怨地帮一家人挑水。 阿旺离开一年半,将赚到的第一份一百元寄回了家。 云秀也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盼盼,面对张二频繁的催债,他不得不将这笔资金作为一部分欠款还给他。 然而,对方看着生过孩子后,还依旧漂亮的云秀起了歹心,夜里来到他家门前意图不轨,幸好被家里养的狗喝走。 第二天,趁云秀上山割草料,张二躲在草丛中将过路的他扑倒并上下其手。 云秀的大声呼喊被另一边割草的乔贵听到,他赶忙赶来打跑了张二,却被先一步回到村里的张二恶人先告状,声称自己在山上撞见乔贵和云秀亲亲我我。 嫉妒云秀美貌的女人们深信不疑,幸好云秀手中有张二的一颗扣子,才让事情扭转,众人又纷纷倒戈,指责起张二的龌龊。 转眼间又是两年过去,安望依旧没有消息,而在外人眼里,独守空房的云秀从头到脚都是问题,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村里长舌父们闲言碎语的话题。 公共的身体自两年前便每框愈下,加上儿子渺无音讯,儿媳被外人传出风流运势,更是急火攻心,不久便可血去世了。 流言越来越多,婆婆也逐渐下不了床,只得叮嘱云秀要把家看好,不得与乔贵惹是生非。 而此时云秀也从新娘变成了守活寡的少妇,丈夫多年不见人影,她也和正常人一样需要有情感的慰藉,她开始希望身边能有人陪伴自己。 女儿盼盼差不多六岁了,张二贼心不改,总是挑唆村里的孩子欺负盼盼,只有乔贵来为盼盼主持公道。 从未见过亲生父亲的盼盼,也不由地希望乔贵成为自己的父亲。 某天,云秀上山时遇到了蟒蛇,被吓得跌落山坡,幸好乔贵赶到将她救了上来。 而云秀由于太过渴望关怀,不由地紧紧抱住了乔贵,两人干柴烈火,差点惹出事端。 两人晚上在各自的家中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,为白天时的冲动纠结不已。 乔贵想起阿望临走前出于信任,才请自己帮忙照顾家里的事。 云秀也想着婆婆对自己的叮嘱和自己做妻子的本分, 尤其是常年系在她身上的那条红裤带,时刻提醒她婚姻道德里的红线。 两人都备受情感和理智的煎熬。 张二多年来还是对漂亮的云秀念念不忘,更忌恨当年乔贵戳穿她意图不轨的事实, 于是偷了云秀洗好晾在外面的红裤带,藏到了乔贵的枕头底下, 并向村里人宣称自己当年是被冤枉的,还说云秀将红裤带送给乔贵当了定情信物。 待村里人到乔贵家发现了枕头下的红裤带,云秀和乔贵百口莫辩, 婆婆则坐在村里的地上大闹起来。 两人心中即便之前燃起了火苗,也不得不压下来。 又是一年过去,阿旺依旧没有消息,婆婆病得越来越厉害, 也想通了云秀的后半生不能一直守着自己不回来的儿子, 于是劝她趁年轻嫁人。 云秀委托打听阿旺消息的人,声称阿旺可能已经去世, 并向云秀求婚,遭到拒绝。 婆婆目睹这一切,为之前对云秀的怀疑感到愧疚,不想再拖累她, 又难过于儿子可能丧命的消息。 于是偷偷喝下农药自杀。 如今,距离阿旺外出打工已有八年的时间, 阿旺的父母都已经去世。 在盼盼和乔贵母亲的推波助澜下, 云秀向丈夫王林倾诉自己的清白后, 终于烧掉了束缚在身上八年的那条红裤带, 决心嫁给乔贵。 可就在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乔贵的那天, 多年不见人影的阿旺回到家中, 讲述自己过去被人骗到缅甸的黑矿里打工的遭遇, 令云秀改家的念头不得不作罢。 第二天, 乔贵发现阿旺在家中, 意识到自己和云秀再无可能, 不由的心灰意冷, 决定出门打工。 而此时, 云秀的心情也跌落到谷底, 感叹命途多舛。 三年后, 云秀在政府帮助下脱贫致富, 与阿旺的婚姻也已走到尽头。 阿旺离婚后, 再次外出打工, 而之前外出的乔贵依然没有阴性。 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, 还要继续在这场了由未了的不幸婚姻中, 扮演各自的悲剧角色。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继红裤带的女人》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